6号罗森文,8号保利尼奥,13号尹红博,10号马尔康和11号突雷 双方上半场的比赛马上将会开始 这场比赛的执法主裁判是艾坤 两名助理裁判分别是宋强云和杨熙 第四官员是金晶元 视频裁判组今天是由张雪和王阳组成的 中朝联赛第二阶段第一轮第二回合的比赛 广州恒大淘宝队对队河北华夏幸福 上半场比赛现在正式开始 那么在第一回合的比赛当中呢 双方的较量,河北华夏幸福队暂时是1比3落后 从整个联赛进入到第二阶段来看 第一轮的比赛各支球队 特别是在第一阶段还在下半区的球队 状态起来的更快一些 还在上半区的球队或者是排名比较靠前的球队 反而这个状态不太容易那么一下打出来 这也是赛制变化带来的一些队员在场上心态和状态调整的过程 跟第一场比赛相比 双方在这个首发阵容方面都是做出了一些调整 恒大方面调整的幅度还是比较大 左边后卫吴绍松上一轮打进一个非常关键的进球 今天也是首发阵 当然高准毅可能也是有些伤利 高准毅伤还会彻底好 郑志这场比赛是首发出场 张修为、菲尔南多这都是上一场比赛 张修为上一场没有出场 菲尔南多也是下半场 上一场是廖立生和何超 开场之后还是恒大淘宝队很快开始掌握场上的节奏 双方从排面实力来讲 确实恒大淘宝队各方面更强一些 所以这场比赛对河北华夏幸福来讲难度不小 特别华夏幸福这边由于上一场比赛门将是停赛 宝尔熊 对宝尔熊停赛 所以让池文一首发出场 那右二三的小将刘靖 今天是出现在右边后卫的位置上 另外罗森文今天在中场居中的后腰位置 其实从心态来讲 这场比赛和下午的那场比赛还不太一样 因为下午毕竟是保极足 这场比赛是进入到争贯 那么对于华夏幸福的球员来说 这场比赛如果放开手去跟恒大淘宝队拼 也许能够拼住一点意外 如果是保守的去等机会 以他们现在排面的这种实力来讲 加上高拉跳不能上 这个比赛其实会非常难 所以这个比赛其实对华夏幸福的教练组来说 要多动一些脑筋了 就是没有必要给自己加包袱 对 应该想办法把包袱都甩掉 突雷 这个赛季的马尔康是球队在整个进攻线上 非常关键的一环 第一场比赛 蒋光泰对马尔康的低狂 还是非常成功 蒋光泰也是红大淘宝队现在后防线 一对一能力最强的球员 这个球有点着急了 今天开场之后呢 恒大淘宝队向前压迫的幅度非常大 通过这种方式呢 把华夏幸福队的阵型的进一步的往回推 从而获得中场的活动空间 但是上一场比赛 我们先看这个进攻 上一场比赛 塔利斯卡跟这个埃克森两个人 在场上的话 同时在场的话 因为埃克森在场的话 埃克森打左边 塔利斯卡顶在对前面 以前的比赛塔利斯卡经常是打在中场的位置 所以现在这个比赛塔利斯卡顶在封线上的话 有些时候埃克森的状态 就是他的这种能力不能完全发挥出来 而这个塔利斯卡在前封线 他经常回转拿球 所以总是感觉从上场比赛来看 就是你在中路这个支点前封上 确实缺少一个重身 同时在中路这个支点上 没有人能拿住球 让球队的进攻经常会陷入一些停滞 这种情况下 在上半 在双方第一回合交锋当中 下半场的时候 也是做出了一些调整 所以这一点上 但是现在塔利斯卡这个状态 就是有时候用呢 不稳定 对 用打中场呢 有些时候可能 他又不能参与到球队的防守 接下来的比赛 跟他场场都是硬仗嘛 对吧 那在这种进攻当中呢 他打中锋呢 又不是一个他最适合的位置 所以现在就关于塔利斯卡跟埃克森 这两个人的位置 究竟是怎么安排 卡纳瓦罗 可能现在也是在一个矛盾当中吧 这涉及到前场的球权分配 对和进攻效率的问题 另外呢 这个又是一个相对延伸的话题了 因为卡纳瓦罗其实在第一阶段打完之后 他也说现在恒大的阵容呢 以他的标准来讲呢 如果要打亚冠的赛场 这个配置 他觉得就不是很完美了 还需要有一些调整的空间 当然在国内赛场 他们的积累啊 和板灯的深度 还是非常有优势 今天尹洪博可能 也不太容易背身拿球摆脱的掉 上一场比赛 河北华人幸福 他的防守比重要更大一些 尤其是上半场的 更多的还是用深度防守 打这个恒纳的反击 但今天这个比赛呢 由于你上一场比赛 一比三失利 所以你进攻 必须要多做一些文章 从今年这个赛制 包括下午的比赛来看 首回合比分落后的球队 第二回合 开局就非常关键了 因为加上 在现在这个情况下 换人有五个名额 越往后拖 两只球队要比板灯深度的话 八下幸福这边就越吃亏了 但是我们要强调一点就是 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赛季 没错 这个球应该是有越位嫌疑 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赛季 它是一个特殊的赛季 所以这种情况下 可能会出现这种 赢一到两场球 就能保级的这种情况 但这个肯定不是 今后联赛一个 会一个常见的状态 所以各支球队 还是应该要做好球队 比赛季初的准备工作 打基础的事不能荒废了 对 今天下午 那场对决啊 泰达队和深圳加教业比赛结束之后 都吸引了德国媒体的关注 因为巴斯蒂安斯 打进了一个关键的进球 那个球确实太关键了 马尔康来了 这球马尔康调整的慢了一点 他往中路移动的时候 恒大队三个队员已经形成保护了 这赛进的马尔康帮助 华夏幸福队进了11个球 确实是球队在封线上 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 持温一 先第一时间打掉 先处理掉 其实从进攻线的组合来讲呢 河北华夏幸福队今天 前场的这几个队员的个人能力 还是非常强的 马尔康 图雷 保利尼奥 再加上中场的美米守维棋 所以卡纳尔康呢 今天轮换之后 排除了一个经验相对丰富的阵容啊 也能理解 对方今天肯定在进攻当中呢 会殊死一搏 恒夏就需要有经验的队员呢 在场上能够把节奏呢 控制住 这下红桥线路不是太理想 看看这次反击的效果 好球 吃也不错 尼红波 转移找到这一下 点是能抢到 但是不太好发力 华夏的反击打的速度还是非常快 塔利斯卡在前场啊 他这个他不是一个中锋的踢法 是吧 所以有些时候做球啊 腿头还背身接球 这个都不是他的一个强项 其实他有些时候像塔利斯卡这种踢法 在前场的右路 中场这个区域 他拿球 然后那些跟同伴打一配合 他自己在插向禁区 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 边前腰的路子 对 这球有时候分的大了一点啊 这个球 高估了塔利斯卡的爆发力 这个球塔利斯卡分给小摩托的话 估计这个小摩托没问题 双方今天防线啊 压力都不小 华夏信部队 今天两个中后卫呢 20仓号人航 37号潘喜明 在中路面对着 中大队的这几名外援 中大队这几名外援呢 虽然没有能够扎在中间的 绝对的中锋类型 像马尔康这样的 但是他们活动范围大 其实对中后卫指挥防线 也造成很大困扰 这次转过来 恒大他在封线上 还是有这个有爆破点 这个小摩托这个爆破点 这点非常重要 好球啊 他除了能不能挤过去 这个球应该可能要吃牌了吧 张立鹏 所以已经是占据一个有力的线路了 反击 两个点 一个是马尔康 这是可以打到他的这个头顶上 然后其他同胞来争强二点 不压突雷这个点 主要还是在地面 利用他的这种 个人的带球速度 个人的空跑速度 空歇速度 刚才图类呢 切了一部控装之下 切得非常坚决 速度已经起来了 给防守队员呢 也造成很 不好处理的一种局面 赢面防他的队员呢 不敢扑 回追的队员呢 又不能慢 造成了一次前场的定位球机会 这招直接打呀 马尔康 26岁的巴西中锋 我马尔康这球回撤的位置 也够深呢 在找出类 这枪还是 时间点 两根没有踩到一块 不过这个反抢不错 有机会 好的 埃克森找到塔利斯卡 这个球传的 传透性还是非常强 但是力量 可能过大 保龄尿要在两名 防守权的甲防下 这个球 难度 停的难度 也比较大 不过两队呢 今天应该说 开场这十来分钟啊 哪边都没收着 比赛一上呢 打的还是比较开放 毕竟双方在这个半区呢 其实没有太大的 保级生存压力 在争冠的这种过程当中呢 他需要球队更加进去 你得用进攻来开路 另外从实力分析来看 广州 恒大 显然要 更强一些 所以球队在第一回合的比赛 虽然先失分 但是从下半场的换人 从战术的调整方面 从维持豪的这种 个人能力来看 还是要占据上风 作为 华夏幸福来说 第一场拼得很凶 而且上半场拼得不错 这场比赛 对他们来说 我觉得也没有任何压力可言 完全可以放开梯 而且一旦 比分追成 分差追成一个的话 那可就真不好说了 所以队员还是 哎呦 这个城传得不错呀 马尔康是没想到队友能传过 而且开场那15分钟 我们看到 河北华夏幸福是有机会 打到恒大禁区附近 双方今天进攻端 球员踢的也都比较放松 波动范围大 敢配合 突破的也都尝试很多 但是现在就是 对广州恒大来说 现在进攻啊 总是找不到这种感觉 尤其塔利斯卡 他打中锋这个位置的吗 当然可能 从这个卡纳瓦罗 他的战术角度来分析 利用塔利斯卡回射接应 在他身后的小摩尔 然后这个宝利尼奥 边路的艾克森 可以进行第二点第三点的这种攻击 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呢 就是总是感觉有点变异 会有点费力 对效率上 而且你看塔利斯卡打着打着 他就回来了 对 他经常 他不去顶在中锋那边 但是你缺少这个中锋 这个支点的话 球队踢起来 其实会很累 对方的防线 就可以大胆的往上压 马尔康来了 图雷 看图雷怎么处理啊 到了进区内 他这种突破还是很有威胁 再调整一下 找马尔康 打的还真是有张法 对 有张法 有满有眼 刚才这个球啊 小宝利尼奥 他这个 他是左脚球员 所以他拿到右脚之后 他有点犹豫 打的有点没谱 你看这下 布亚图雷给的非常漂亮 对吧 其实他可以打了 有点没谱的 虚晃一下 还是扣回来 其实他右脚完全可以打门了 但第二下 布亚图雷马上又打一个高球 高球又是马尔康的一个特点 所以进攻啊 今天完全放开的这个河北华夏 我看感觉还真是 反而可能恒大淘宝队一不留存 这个防线还不一定能限制住对手 开场打的现在还没射门呢 对啊 四脚射门 华夏进攻两脚打这球门 今天看来也是 大小宝在场上的一个较量 老红柏 重过来再找图雷 图雷这段时间突破非常活跃 图雷今年来到华夏新屋之后 就是他这个射门感觉一直没有找到 其实他以前是一个射手 但是今年是一个射手 这个感觉没有找到 25岁的塞拉利昂前锋 图雷本身的类型其实也是个前途 不是一个纯粹的边风 再回给吴少聪 找苗柱柱 江高台这条转移啊 范围非常距离非常远 直接找了塔利斯卡 出现了塔利斯卡的犯规 出现了塔利斯卡的犯规 从结构里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中锋类型的队员 确实很缺 洛郭富现在也不是这样的类型 埃克森呢 他要放在那个位置 他也能踢 但是其实发挥不出来 他最有特点的那一面 我都觉得开场这是永生的比赛 华太幸福打的要更加积极主动 而且球员在场上也敢于做动作 敢于打配合 张学伟往右路走 你看他这个 在这个镜头里边 就是张林鹏拿球之后 中锋那个位置 就是中路 河北华幸福防守的中路那个区域 是没有中大队的球员 马尔康开场之后 全队射门五角他站了四角 两次摄政都是由他完成 镜头也给了韦世豪 韦世豪这头发还是塔利卡给他染 两个人在队内也打赌 塔利斯卡如果不进球呢 塔利斯卡就得剪他头发 而这赛性的威世豪 确实从场上的表现来讲呢 获得了很好的转变 现在是他到了这个年龄段 就看他能不能够把这种转变 更加稳定的发挥出来了 射门还是受到干扰了 对但是这次配合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卡纳瓦罗 他的战术的设计 塔利斯卡拉回来 然后跟同伴做配合 利用小摩托的这个速度 是吧 小摩托保利尼奥在塔利斯卡身前来组织进攻 塔利斯卡他看似是一个前方 但他其实是一个进攻的组织者 发起者 但这种球呢 有些时候可能就会出现 你打不开局面的时候 你在中锋这个位置 他可能就需要一个桥头绑式的这种中锋 能给球队 简单有效 对能给球队在进攻当中制造一个支点 那这种支点的话 也是会把对方防守的这种纵身 更靠近对方的球门 双方开局到现在呢 二十多分钟 比分还是0比0 华夏幸福队 有完成的几次射门呢 距离也比较远 恒纳淘宝队呢 现在暂时还没有找到 很好的起脚的机会 开场阶段公路工 抢了抢 华夏幸福队还是很务实的先退回来 这也是他们在整场比赛当中啊 如果要比拼板能深度 他们比较吃亏的情况下 一个比较理智的分配体能的办法 从防守的这种战术来看 华夏幸福今天没有在前场进行高位的逼抢 还是回收到自己半场 如果高位逼抢的话 小摩托呀 包括这个X的这种冲击力速度 可能会给后方线 华夏幸福后面带来很大压力 所以这个防守还是采用密集防守 然后利用布亚图雷和马尔康的这个速度 这个位置这样的控手纠缠是比较危险的 今天开场之后啊 恒大淘宝队两侧的转移运用非常频繁 中路呢确实不太好找到突破口 这下过度 打身后 这下过去了是个机会 看小摩托怎么处理 他想兜个后脚 这个球居然漏了过来 等在这的张丁鹏呢 是没想到啊 等在这的艾克森是没想到 这个球居然能漏过来 他身前还有个防守队员的干扰 力量也太大了 这下套边套得很成功 我这球一晃了 反而艾克森错过了 把球挺好的准备 但是你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啊 当然边路无少聪跟那个小摩托 配合打得很漂亮 这种这种前叉的一配合 但是中路塔利斯卡应该也在 也在那个点上 是吧 因为从位置来看 他不进去 等于这个线路上少了一个能包抄的攻击点 今天大宝丽尼奥的暂时还没有找到 从中路往里牵后排插上的很好的机会 因为球队在进攻这个层面上 踢的比较变 现在感觉就是第一场比赛的 这场比赛的上半场 跟第一场比赛的上半场 踢的非常相似 感觉总是在进攻当中啊 很难把球队梳理的清 很清晰 这次传中 质量还是不太理想 力量大 刚才这个球啊 如果后点图雷能够拿住 会非常有危险 华夏队现在开场之后啊 机会不少 但是机会多的情况下 也就面临着能不能把握住的问题 对华夏队梳来说就是你进攻的效率 现在整个其实看似场面 防守端有一些 有一些被动啊 但是在反击当中 在这个射门的质量方面 打到25分钟 华夏队梳还是有明显的优势 那源自于广州恒大在进攻端 你看 塔利斯卡现在又来到中场这个区域了 他倒是踢成个自由人了 不是说不可以轮转 是吧 这个位置不可以轮转 那他回来的话 埃克森啊 或者是保利尼奥顶在封线上 但是他毕竟 从起始阵营来看 你是打的这个前锋 对吧 那可能同伴也要根据你的位置 来进行一些调整 但是你现在你总是在这个 在这个位置 但一旦出现失误的话 你又不防守 那可能无论是埃克森 还是保利尼奥的话 可能上下奔跑的幅度要更大 体能骄傲也要更大 因为卡纳瓦罗对这个位置 排这个阵型时 他要的任务就是 能把华夏的防线顶回去 后边张修伟 全球没吃正部位 在座 老林就要回出来 卡利斯卡打一脚 找到一个机会 这个球啊 是来回的乱战当中 弘大淘导队呢 在禁区前沿 这几个队员的控制球的能力太强了 这个球也是错进错出 这张修伟第一下 没传好 结果华夏幸福的队员呢 仓促当中 这个球第一下就没解围掉 才造成后面的混乱 你看这个球首先 这一下解围不远 随后张力明顶到 这一下是最关键的 这就非常麻烦了 队友的位置全乱了 这个时候 而且这个球 那个保利尼奥 小保利尼奥你看啊 这个球他其实应该还是做出一个防守的这种产球动作 就你要阻挡 塔利斯卡 什么的那种线路 你看这种球到最后的时候 保利尼奥看不到球 对 保利尼奥这个球最后一下放了 就是一个脚往回收了 其实这个球他应该有一个 有一个横向的一个风度 塔利斯卡什么的线路 至少要有一个干扰 这样一来呢 双方的形势啊 天平就更加倾向 红大淘宝的一方 从比分四里一 小保利尼奥最后一下 还是应该完成他的一个防守动作 他可能觉得这个球 距离球门比较远 是吧 就是对危险的警觉不够 对 不能往回收 不能往回这个这个 在那个位置啊 不管能不能打进 他打就是很有危险的 没错 就是你起码你动作做出去 他即使不是门扣回来的话 那可能他已经错失这次机会了 所以他就保利尼奥 他可能还是一个攻击属性 非常强的球员 所以在防守的时候 有些时候 尤其在那个区域的话 对防守的位置职责呀 可能还不是特别的清晰 顺着边路走 小摩托 来了 大把路尼奥已经切进去了 哎 这一下 看上去 我们先等等看 他从远景呢 可能也交代不太清楚 看看回放 脚上还是带了一下 那这个球犯规地点 应该是在 对 应该是在禁区切外 摔是摔在了街内 埃克森来了 我看这个阶段 好像是有一些调整 好像把塔利斯卡的位置 是拉过来一些 是吧 本身呢 他在禁区外围 这个半径的活动当中 他的射门传球都很有危险 也在他射程范围内 但有些说在这个位置呢 因为他参与进攻之后呢 他说在中场球员的话 他有时候不回防 对 这个是给卡纳瓦罗 他又他又上了个难 这会给张修为跟郑志 带来比较大的负担 这个球就是 传的时候呢 意图就比较明显 为截断下来 马尔康 有机会 这下三打一啊 看看银红柏 选择直接打了 这球坐一下可能更好了 这个球点可惜了啊 调急啊 因为最后这下 其实就是减速了 对吧 这下没有问题 对吧 再看 行程多打少之后 是这一下减速了 队友的位置是安全的 当然这个球 马尔康的传球线路 可不可以再向前呢 从防守圈身前 把这球传过来呢 等于把尹红柏 变成了原地白腿 而这个球最后发力呢 也不是特别充分 这个球的失误 是来自塔利斯卡的横传 意图太明显 被截断下来 后防线两个中卫呢 又有一个被带倒 找后点 塔利斯卡刚才打进了一个 还挺有纪念意义的进球 顶级联赛总金球数 一万四千个 走路 赛给 今天这一侧的传终数量 总体还是不错的 二点的机会 这下是吹了没名手 一切犯规 华夏幸福 这个进攻啊 其实你看思路还是挺清 挺清晰的 是吧 因为马尔康有高点 同时第二六点的拼抢 球员也能跟得上 对 进攻当中 反击阵地进攻 今天上半场的表现 我觉得 华夏幸福 打到目前为止 整个进攻的线路 更加清晰 但是有些时候 足球比赛是这样 你机会把握不住的话 可能就会受到惩罚 刚才是吹了 明明手一切的灯炭 恒大淘宝队呢 在进这个球之前 几乎就没有射门 但是抓机会 抓的就是那一下 就你后防线 你出现那些问题的话 在禁区附近 出现解围 出现失误的话 这个就是恒大 他强的地方 那这种球的话 像保利尼奥 塔利斯卡 所以这场比赛呢 其实对于 华夏幸福的队员来说 如果要放下包裹 反而没有必要 先去考虑总比分的问题 就把它当成 单场盯胜负的比赛来拼 球队像高拉特 还有这个张成栋 两名主力球员 都不能出战 这个对球队影响 也还是非常大 第一场比赛 就能看得出来 但是球队应该是 在从第一阶段 刚开始 外援并不起整 到国内球员一些伤病 到达到目前为止 连说每场比赛 都还是有进步发现 这个球员在一起 踢的时间越长 他配合的意识 配合的默契程度 也会越高 这次的叫球 千年保护做的还不错 突累 张修为呢 是背后拉倒了突雷 后闯了一个定位球 张修为这个身板 还得练练 是吧 他是能跑 但是呢不筋状 这个身板 必须得强壮起来 塔利斯卡现在 他是成中场组织了 小度比较小 这球啊 世界不问 一脚暴射 小摩托 这球啊 华夏队防守队员呢 都没有过来干扰 小摩托呢 完全是 找准角度一脚暴射 抽正了 比分变成了2比0 塔利斯卡现在 他回到中场的时候 他现在成中场组织 这个是他的特点 确实是他的特点 这下过渡之后 没有没有 中位针尖 谁都没跟上 打开真票 到底你要传的 这叫抽的真票 刚才整个后场体系啊 华山幸福队 被恒大队的三船两岛就给切割开了 这也是他这套首发当中 会存在的一个隐患 因为外援呢 在前场有时候不回防的话 本土球员在中场这个点呢 就容易被切开 现在这个阵型 塔利斯卡回到中场了 我觉得就是在他阵型 或者在塔利斯卡位置变化之后 恒大这个进攻才开始捋顺 你看他现在基本就在中场右侧区域活动 这是他习惯的一个区域 现在现在只能把小摩托推向了这个封线 逼近塔利斯卡扯出来之后 他能拿球 他能吸引人 他能把半场的防守队型的给拉开 而且他也舒服啊 能从容的转身 对他这个位置 卡纳瓦罗也是脚尽了脑势 传的不错 这球 再强 张立鹏刚才这个球兜得非常好 打到现在 华夏幸福队的射门总数是恒大淘宝队的两倍 双方的射证数也一样 但是比分是2比0 恒大淘宝队领先 这就是抓机会的能力 效率还是要更高 再交给防线控制一下 这两个球啊 多多少少的会让华夏幸福的队员这场比赛的比赛新气 受到打击 艾克森今天 我没数错的话 这是第三角听球出现失误了 就踢到边路 让他也挺别扭 因为他今年联赛当中 另位球表现得非常好 但是一个前锋 也不能总是一个 不能光靠任意球 得分 但是接下来 其实对恒大来说 他可变化的这种战术 或者可用的球员 攻击线球员还是非常多的 再给美米守一截 华夏幸福队的转移 还是得速度得加快 恒大队这套阵型啊 一旦退回半场 他的间距保持得非常合理 反而是华夏对自己 这么倒来倒去呢 容易造成恒大队的上场成功 就看着这一下上抢的时机 恒大把握的这个火盒 非常到位 这时候还给潘喜宁 掏了一张黄牌 这个球如果政治不倒地的话 过去就单刀了 对 这下分给右边就是 艾克森 而且这次前场的逼抢 前场的反抢是艾克森 由他来发起 蒋光泰上着一步 这个速度啊 确实是快 上半场的比赛 现在来到40分钟 场上的比分是广州 恒大淘宝的上半场比赛 凭借着塔利斯卡和费南多的 进球2比0领先 总比分现在已经是5比1了 拿了个小球 可能碰了艾克森 好 多 tall 团变的 李铃波反过来再找突雷 这球还是有点着急 突雷第一下给的时候也给的不是太舒服 这个球跟张立鹏没有太大关系 我留恋说自己没有控制好 发球失误 前场的GY球 今年在联赛的第一阶段 华夏幸福队进了25个球 丢了23个 14场比赛赢了7场 其实从后半段的调整来讲 还是非常成功的 继续套边吴绍聪 吴绍聪呢 他比赛经验虽然不是特别丰富啊 但是他是一名纯左脚球员 所以在左边路 他的下底船中 在45度这种起球啊 跟同伴打配合很顺 他不像这个高准毅 他虽然打的也不错 但是你是右脚 你是逆组打边后卫 跟你组打边峰 这个可不一样 总得扣一下 吴绍聪呢 之前刘洋 在日本的清水鼓动队 这次投球效果还是不太理想 和潘喜明抢在了一起 今天大宝利尼奥在今年的常规赛第一阶段打进了九个球 状态之好 令人称赞 毕竟已经32层 他是完全带动了整支球队 他是常规赛阶段的MVP 但是第二阶段感觉 有点疲惫的 这个球有点疲惫 有点疲惫 这个球还没丢 看他带的不错 现在上半场的比赛呢 快要到商庭捕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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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克森啊 这次啊 两个队友啊 再跑就越位了 没法跟他打了一个配合 埃克森啊 他还是顶在风险吧 是吧 由他来完成这个终结这一下 球在埃克森脚下的变化 一个是不丰富 另外一点就是 他不是组织类型的球员 就是在最后一传这一下 保利尼奥或者是塔利斯卡 要更加出色一些 分配球权这个能力 埃克森确实是 他就好好的当一个终结者 对 要当一个终结者 上半场比赛的商定捕食呢 一分钟 小猫头摘出来 大爆了尿 再交给塔利斯卡 你看踢着踢着 塔利斯卡就是前场右边路 这是他最习惯的一个位置 内切之后 顺畅的左脚 打一个配合 是吧 这样的上半场比赛 广州恒大淘宝队是凭借着塔利斯卡和小摩托菲南多的进球暂时2比0领先 这也指得总比分呢 广州恒大淘宝队以5比1暂时取得领先 我们稍后呢回到中产演博士 再来复盘一下上半场比赛双方的表现 先活不止 潮音不断 青岛纯生 先活人生 青岛啤酒 专注 为梦想 为热爱 两支球队的精彩表现 今天上半场比赛其实需要说到很多次环山幸福队进攻效率的问题 开场阶段他们的机会是真多 而且球员在场上也跟他放得开 是吧 敢过人敢突破 而且在封线当中几名球员之间的衔接配合 打的也是非常出色 在恒大没有射门的时候 华山幸福已经有五角射门了 但是把握机会的能力 进攻的效率 这个确实是 一直没有提升 恒大这一边呢 就是他我们上半场一直在塔利斯卡他的位置 之前呢 前十几分钟他是一直在这个中锋这位置 但是打着打着他自己也拉到了这个 右边 前卫这样一个位置 感觉他是场上教练 他自己把战术调了一下 这可能也是卡纳瓦罗 根据现场的这种情况 比赛情况 把他适当的回撤 那这样的话上半场可能 保利尼奥啊 还有这个菲尔兰多 这两名球员 你看 这个更加是像一个前锋一样 然后塔利斯卡回撤到中场来组织 当然他的出球能力可能要更强 但是整个这个上半场的进攻 在前二十分钟这个轮转 恒大做的并不是很流畅 这次张修为的前叉呢 造成了华夏幸福队整个防守体系的混乱 从这次开始 对这个解围开始 全部都被球吸引了 最后这一下 保利尼奥这一下封堵 应该再坚决再果断一些 就是造成了防守当中非常典型的扎堆 看球没看人 对这应该是广州恒大上半场的第二 第二脚射门 算是误打误撞拼出来的机会 对方的解围失误 其实这个阶段 你看中场在这个进区前沿 这个位置上还人数很多 但是没有人上前封堵 从视线方向来看 门将身前有四个自己的队友 把塔利斯卡射门这一下给挡住了 但是四个人 他没有人去封堵塔利斯卡射门线 但是塔利斯卡这个弧线球打的也很漂亮 而且这个进球之后 塔利斯卡慢慢慢慢 他这个脚感才找到 而且他的位置才找到 就是现在他出球这个位置 虽然传球之外失误啊 你看这个球就是在这种双方进攻来回的攻防转换过程当中 华夏幸福没有抓住这个技术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扳评比分的机会 当然这样的机会你抓不住的话 可能你的球门你的防守就会受到成功 双方同样是获得这种以多打少啊 对你看这个球的话 有时间给你组织 对这个球如果 当然蒋光泰的位置也很好 如果这个球从蒋光泰身前传过来的话 可能以后我们上了直接打门或者再带一步的话 这个进球或者是带球的这个方向会更合适 结果在这儿呢 中场三个人又漏了 让恒大的队员呢 非常轻松的把球出了出来 给小摩托在小脚的位置 获得了一个很好的射门机会 塔迪斯卡回收到中场 给他跑乱了 对 这球打的也是非常漂亮 因为封线的几名拳 无论是保利尼奥 还有这个小摩托 埃克森 塔迪斯卡 这几个人 他们彼此之间的这种组合衔接能力 几个人的个人能力还是非常强 所以有些时候 他可以会根据这个不同的情况 来安排自己的位置 我们看上半场比赛的传球数呢 恒大淘宝队308角 而河北华夏幸福是191角 从双方的整个活动区域控制范围来讲呢 恒大淘宝队对于整个中场的这种控制覆盖 是非常具有统治力的 那么在中场这个区域呢 双方也达到了46%的比赛时间的占用 但是实际上比赛的整个节奏呢 今天感觉河北华夏幸福呢 在上半场比赛 似乎把更多精力放在他们前场的进攻 但是攻上去 如果第一下没有效果 对后场和中场的这个保护也没有做得很好 下半场比赛 徐志长你觉得会是怎么样一个方向 包括恒大和华夏两个队的调整的思路 会怎么样做呢 我觉得恒大可能还是在坏人方面 可能他还是尝试一些调整 那作为华夏幸福这边 他本身的板凳厚度就不是特别强 不是特别深 那这种情况其实上半场表现整体还是不错 那下半场就是看你门前的 能不能抓住这种机会 能不能抓住反击的机会 其实上半场的表现 华夏幸福在这种配合方面 尤其封线几名球员当中 这几个衔接 布亚图雷其实上半场是表现不错的 但是就是把握机会的能力 这可能有些时候就是强队 跟水平稍微差一些的球队之间的这种差距 其实整场表现来看 你看他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这种 这种差距 是要进攻的组织 配合拦截抢断都还做的不错 但是你在细节方面 可能出现一个解围的失误 对吧 在攻门方面 在攻击方面 你可能一次机会没有抓住 那可能对方就能抓住这样的机会 所以说这个就是说 华夏幸福他需要解决 需要提升的一点 这也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水桶理论 其实上半场比赛的 恒大淘宝队打 就是打的华夏幸福队的几个短板 而且也被他们抓住了机会 我们看一下两支球队 在下半场比赛会如何调整吧 开拓SUV85年 雪佛兰纯粹硬核SUV 新参界者 新雪佛兰SUV家族 强悍登场 酒鬼被秋鬼千金不嫌追 酒鬼出湘西 涓涓传万里 无上妙品 酒鬼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心 六百年 每一辈都是活着的传承 水警方 警牌 专注 为梦想 为热爱 为未来 你 专注每一刻的生活 我为你专注 每一滴的纯净 你我的遗报 有车吗 你买吗 我摸过底了 赶发票 也成交 有价格 才透明 我准备发票成交价 上一车APP 查发票成交价 买车 不吃亏 不吃亏 一车 鲜活不止 潮音不断 青岛纯生 鲜活人生 青岛啤酒 上一车APP 查发票成交价 买车 不吃亏 一车 好 我们继续跟随画面 回到比赛当中 上半场比赛呢 广州恒大淘宝 都是凭借塔利斯卡 和小摩托菲兰多 进了两个球 现在总比分 5比1 领先 河北华夏幸福 下半场比赛 就看华夏的队员 能不能够 至少先把比分上的 这种差距 先放在一边 这场比赛呢 先 用自己一个 比较放松的状态 先去拼一拼 因为毕竟 对于争贯组来讲 如果你不能够 走到下一个阶段来讲 那么打到 现在这个位置 这场比赛 完全可以很轻松的 去应对 我们看看下半场比赛 双方在场上的发挥 对 因为接下来 无论是你进入前四 还是争5到8名 都还是要有一个 名次的这种区分 对 还是要往更高的名次 去 去拼搏吧 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继续开始 我们这个组的 和北京中和国安之间获胜和实力的球队 太林斯卡上半场比赛这个位置 算是来了个乾坤大挪移 因为他一个人 其实牵动了好几个人位置的调整 下半场比赛就看看 埃克森能不能在这个位置 变化过程当中 把自己最舒服的状态找出来 埃克森调整了 到最后 这个停球拼拼 逐渐失误 从他起始站位来看 塔利斯卡 他还是一个中锋 对 但是踢着踢着 他就换在他这个起始站位 对 然后踢着踢着 他就去到了右中场 从大队 其实卡纳瓦罗自己在中路的角色交代上 一直从今年的常规赛到现在这个阶段 也没有特别明确把谁固定在这 因为这个区域本身也是保利尼奥在常规赛第一阶段 前叉经常活跃的一个区域 所以其实谁在这个阵型当中踢中路这个中锋 在宏大目前的体系里都不太好 另外这个因为距离下一场比赛也比较近 是吧 这是不是也是迷惑对手的一种想法 因为在这个左边这个位置上 还现在韦世豪也非常强 没错 包括杨丽渝选择非常多 再次认一球 阿尔卡还是没有能够控制好 上不上比赛的那次选择打个地滚球 阿尔卡这个认一球脚法 从技巧上看着比埃克森还是差一点 埃克森这个赛季 只要有这个区域的任意球 他自己都笑 可见训练当中对这个距离和这个位置 还信心有多足 丁海峰 小宝林尼奥在要 大宝林尼奥在要命中 大宝林尼奥在要命中 不止 大宝林尼奥在要命中 这下是顺带踢到人了 侧后方的犯规 现在双方 无论是中超赛场还是欧洲赛场 这种压迫已经形成习惯了 所以对防线身后门将左右脚的停球能力和接应的效率 确实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因为现在很多时候后防线后卫一方面要有出球能力 另一方面呢他也得尽快判断清楚这个球是不是还自己拿 是不是先过渡给门将过渡一下 基本上现在感觉两个队按照战术潮流的进攻都是门将发起的 小巴黎尼尼尔 小巴黎尼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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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 双方在第一回合交锋当中 当时梅米舍维奇保利尼奥 尤其保利尼奥 他是在这个中场的右路 他对位的就是大保利尼奥 防守做的非常积极 而且进攻 他经常协助梅米舍维奇 包括这个马尔康 还有这个布亚图雷 这场比赛感觉他要 他想扮演中场指挥官 想扮演这个核心 这可能让梅米舍维奇有点尴尬 这次让小保利尼奥来罚 因为从脚下的频率上 梅米舍维奇呢 他没法再更快了 小保利尼奥还可以更快 他一旦年球呢 两个队员都有点尴尬 卡利斯卡 好的 走外线看小摩托 小摩托这右脚啊 确定确实差点 但是恒纳的反击的速度非常快 还有几个保利尼奥的前叉 比保利尼奥更快的小摩托 他能形成持续的向前的这种穿球 这一点上 贺别花幸福 显然跟这个恒大相比较 他可能在第一次的反击当中 速度很快 但是在接下来再向前进攻的过程当中 缺少了一个环节 我们再看一下 朴子猪头球解围掉 你看他这 是吧 逗一逗 其实你完全可以交给同伴吗 他似乎是觉得现在这样的 至少他在场上他这个信心 是他一种提认信心的方法 但是没有太大意义 投球 这球顶得还不错 没凭手一切前点 投球后蹭 帮助球队又拿着一个小球 刘电座对防线的指挥非常积极 刘电座一直在喊左脚进攻 现在可能各支球队也都是在尝试用踢法 但是前提是 你得有这样的能力 你得有这样的传接球的技术 这个球应该美米手机顶到肩膀上了 脱了一下 美米手机今天踢的 其实他是这几个外缘里的 华夏幸福的这几个外缘里 没怎么发挥出来的 这鸟还在缠动 那边图里准备起速度 给你手机起 蒋光泰这个赛季 他的这个 强 就是一个字 对 能力 责任心 这个赛季明显的有提升了 后点 看能不能射门 打中路 这下还是封堵了出来 现在你看就 我们中场谈到的 这有机会 但是抓机会的能力不行 现在感觉下半场 华夏幸福队的进攻 节奏反而不如上半场连贯了 下半场似乎似乎有点磕磕绊绊的 这个机会出来呢 都是在抢着处理 不是很连贯 而且这个图雷拿完这个球之后呢 他没想射门 就想给同班做球 其实这个球他拿第一时间 他是可以选择射门的 机会是转瞬即逝的 犹豫当中就会浪费很多机会 阿克森来了 阿克森要往里走 再分一下 两个人切了进去 转过身 这个球阿克森 跟队友做了个驾一 小萌多这个核心力量太好了 体重轻 脚下0 继续最后完成任务的 是吧 是巧合同 但是之前的配合打的还是不错 但是只能这个战术 只能说塔利斯卡拉出来 给同班创造这个空间 其实阿克森这个船跑 已经做得相当好 这个球顺势 打的一下也挺漂亮 也不错 但是你看 其实这两个 这次进球 跟刚才 河北花幸福 在这个恒大门前创造 也就是一个攻防的回合 是吧 刚才你那个球抓住的话 那可能就没有这个进球了 所以说这个就是比赛当中 你的效率 进球的效率是太重要了 这个状态 小萌多这个空翻 想起纳尼 葡萄牙的那个纳尼 这个身体素质 得是相当好的球员 换下埃克森 踢不登场的是终于号 黄博文 徐欣 这边是郑志 埃克森 还有张修为 黄博文 这也是久违了 连赛第一 现在刚打了两场比赛 可能就拉张了 一直就是在养伤 得找状态了 对 其实这个赛季呢 卡纳瓦罗从常规赛第一轮 前三轮来看 恒大队是对阵容使用最充分的 就是对于这个赛制的研究啊 卡纳瓦罗这个赛季初 其实是下了功夫 他把球队从一开始 就做了最充分的调动 所以这个板凳深度呢 并不是说人多就有板凳深度 板凳上的队员的战斗力怎么样 状态怎么样 这还是要整个教练组 从一开始做全方位的调动 对他要有一个非常科学的一个轮换 因为首先是第一阶段比赛 这个赛程比较密集 是吧 球员体能消耗非常大 准备期的时间有点拖沓 在这种情况下 教练员必须要保证每个球员的这种状态 而且这个赛季在第一阶段当中 我们看很多球员受了重伤 他拿球脚下 他就是有点碎 其实拿停一下 马上把球交给同伴 你再去接应 那今天在场上 他必须要多持球 一到两秒 这个时候其实全队的进攻也被延误 会不会他自己想用这样的方式 吸引恒大的队员来扑他 但恒大的经验很丰富 恒大的队员知道 他拿住球他迟早得分 扑他没有多大意义 他这么一拿反而把节奏拖慢了 远端的越位 反正是你这种停球 或者是持球多几秒的话 你不仅没有吸引恒大的这个球员 相反让恒大在最短时间内 把这个自己的防守进行 不振了 不好振了 所以其实比赛当中 教练经常挑球员 他得挑两种 一种是会踢球 一种是会比赛 就是打这样的比赛 他需要什么样的节奏 可能今天至少 华夏的队员在上半场 0比0的时候 那个节奏是比较好 丢球之后的节奏 确实不太清晰了 哎 这个球就才有谁啊 前叉跑出来了一个非常有威胁的机会 这球掉的质量还不错 最终是裁判举其失忆的越位 但是第一场比赛是 萧宝林闹的表现不这样 他听大宝林 防守防的也不错 然后这个出球啊 各个方面都还是非常清晰 哎呦这个球 确实是没了你 看着 这个掉门掉的效果还不错 这个球如果真是打劲的话 那可能真是在最终需要 需要这个视频助理裁判的介绍了 吴绍聪 作为编后卫啊身材 也比较高大 1米92的身高 随着李学鹏年龄增大 恒纳队其实这两个赛系在左路一直在找一个可靠的新的人选 刘基 谁刷 看看效果 天哪上 梅米舍维奇好像射门次数挺多了啊 因为马尔康经常拉出来 梅米舍维奇进攻当中的就往中路去前叉 但是第一场比赛这种情况可并不多见 因为梅米舍维奇他主要是负责防守 对 所以现在这个阶段球队的这个场上的那种战术纪律还是有一点点的松懈 感觉进攻全靠这几个外援了 对 防守全靠后场的本土球员了 但是这么一下就造成了脱节呀 在中场没有延缓恒大进攻速度的办法 打一个配合又一下 就是这进攻只要恒大过了半场 就能够马上威胁球门 塔利斯卡 这么打就打花了 这个配合打得非常非常漂亮 在中场已经无法限制恒大队推进的速度 只变成门前这一道防守 这是很难限制的 坐过来之后 对吧 你看梅米舍维奇根本就不在自己的位置上 就只有罗森文一个 梅米舍维奇他的想法还在进攻呢 还要得分呢 他想着断下来以后由他来转移 在第一场比赛 梅米舍维奇王秋名两个人 基本上在后腰这个位置不怎么参与情况 到下半场有几次是来到对方门前 但是基本上都在后腰这个区域 这么踢等于给卡纳尔罗换完人以后 练其他队员的状态 就像球员在场上不能执行教练员那种战术要求 不能执行场上的战术纪律的话 那这个比分 尤其面对强大对手的时候 比分肯定会越来越大 嗯 好的 来到中路调整 这球 马尔康已经努力打出了不错的效果 那刘兰座就是指尖 嗯 真就是指尖 这个效果射门的感觉还是真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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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洪博都一个圆角 呃 呃 他的脚法 有这样的功底 这时候都的弧线门将也没办法 哎呦 这种球 塔利斯卡擅长的呀 哎呦 这球 直接兜中死角啊 哎 这球兜的太漂亮 这马尔康那角 嗯 就这个球感觉也很好 嗯 能压住啊 嗯 闪开这个角度 但是刚才你看这个刘建座啊 为什么对防守学员有点不大满意呢 一直在喊左脚左脚 喊了好几遍了 就是不愿意去盯 呃 有时候啊 一场比赛 大胜之后啊 其实对下一场的准备 也未必是完全有利的 因为 队员的精神状态 它容易出现习惯性的松懈 教练就需要重新把队员的警惕性 可以找回来 塔利斯卡 调给小摩托 好的 好的 小摩托再转过来 中一号 中一号作为边风啊 身体的对抗能力不错 但是你看刚才在面对 游边会流镜的时候 还是显得有点有点智能 对 这个时候 小摩太简单了 你这个时候就是你要大胆 嗯 要有自信 你一定一对一的情况 一对一同伴给你创造出这样一对一的机会 嗯 那就要大胆突破 而且在尤其是在刚才在进区附近 要进区之内 这个时候就大胆做动作 有些时候你可能把这个球 把回扣了 传给同伴 嗯 这可能是一个保险球 但是你对 呃 球队的进攻没有任何帮助 对自己的提升 也没有任何帮助 可能慢慢就在教练眼里失去位置 对 就是你你你你你的侵略性 你进攻的侵略性不足 嗯 这场边恒大逃跑队呢 准备进一步的 人员调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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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具备这样的能力 邓航文换下了张琳鹏 张琳鹏的身上也有一张黄牌 把它换下来 你看现在这个特别花幸福 它可换的人也不是特别多 这边恒大已经换了五个了 对 这边现在还没有调整 再少了这个张承栋 再少了这个高拉特 准备换上撂尾 准备换下的是尹鸿箔 尹鸿箔今天就这脚 对 上半场有四三刀的机会 是吧 那个球如果处理好的话 能让球队也能扳平比分 小宝铃尼 看来教练组对于他在场上自己 现在给自己一个定位 也不太满意 换上高滑则 赛会制的比赛 那第一阶段十四场比赛 每一场间隔很时间很短的那种情况下 你这个板凳的厚度 板凳球员跟这个主力球员的之间的这种实力的差别 越小的话那可能球队整体的实力他会越强 对 其实今年这个赛制 就是一个世界杯从预选赛到决赛圈的赛制 第一阶段就相当于打一选赛了 两回合 宝塔组合来了 看了一下自己脚没捣住 还好罗森文自己在中场失误 还是拼命回追 所以这个比赛 虽然上半场 华夏幸福一度还占据场上的这种优势 但是这种优势的话 你没有调化为盛势的话 那很快 恒大就会把握住这种气候 就整个局面的掌控 上不上20分钟之后 基本上就在恒大一方 哎呀 这时候 角度太小了 最后 邓寒文选择了直接射门 现在那么调完之后呢 好像中一号也去了右路 想法是可以 对吧 打得其实八九不离十 对 他们这个想法是可以 这场比赛 过了这一关之后 下一场比赛的对手 不好听 不管是哪支球队 就要看明天 北京中后国安队和山东鲁东泰山队 哪支球队能够顺利过关了 哪支球队都不好听 接下来是硬仗了 所以这场比赛呢 看来我都冷藏了 维世豪 也能理解 接下来这个赛程的密度和强度 又要上一个台阶了 今天我倒是觉得这个布亚图雷发挥的挺出色 表现非常的积极投入 而且他是今天能够带动华夏幸福队前场进攻节奏的球员 但是明明舍维奇今天有点想要立功 是想要进球 他是为小保利尼奥把他节奏给打乱 而这场比赛的就是打完20分钟之后 球队这个战术纪律 不如第一场 来的那么严整 打着打着小保利尼奥也好 或者明明舍维奇也好 就来到基本上来到对方进去了 而自己防守这个区域 只有罗森文一个点 罗森文面对小摩托 面对这个保利尼奥塔利斯卡 埃克森这个防守难度是太大了 所以关键是比分拉开之后 第二回合场上的意志 已经不如第一回合 这个海风没法再往前带了 你看 这个明明舍维奇 他就是现在非常渴望立功 当然现在这个比分也是 队员想投入进攻 但是你不能忘记自己的这种战术纪律 对吧 在场上的这种位置 位置要求 不是说你不可以进攻 但是防守说你必须要回到位 现在黄波尔指挥基本上手指右边右边一个是呃这个邓航文 然后一个终于号终于号 这两个人刚上来 你知道体能体能好 哦这球是 四传四射 这样的比赛啊 坦德瓦罗锻炼这些年轻队员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可以让他们在场上没有包袱 而且比赛的强度呢 还有 另外呢也有有利于像黄波尔这样的队员呢 重新恢复状态 这个从第一阶段十四场比赛到第二阶段的这个比赛来看 就是每支球队 每支球队他调整能力 看这个球 图雷给球了 这下终于完成了一次有效的配合 但是越位了 估计是图雷那下越位了 图雷怒目远征 看一下远方的边才 这个球很可能就是他这 就是他这个位置 其实这一下 这个蒋光泰自己先出去 但是左边后卫这个莫绍聪 他那个位置可是 还是站在原地 所以这个球也就是毫离之间 我估计还要听一听 是吧 还要听听视频 助理裁判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马尔康还是受到干扰 这个转移的质量不好 以赛现在过了75分钟 恒大淘宝队已经完成了五个换人 华夏幸福队换了两个 双方的比分的现在差距拉得已经太大了 两回合目前是恒大淘宝队7比1领先 这样的配合连起来都太难了 而且现在已经完全造成攻不上去 或者进攻失误之后的前后脱节 他每次反正还是在努力回一下 好的往中路走 这下没想到这左脚打出这么离谱的一脚 中一号 这是刚才那下 刚才华夏幸福队配合当中的 那个球的视频回放 有位无效 对不起 对不起 好 好 好 这边华侠幸福的后防线呢 准备再调一调 赵宇豪准备上场 而恒大的教练席呢 是相对比较轻松了 他们需要考虑一下 接下来下一轮比赛 人员的安排和队员状态的调整 对 作为恒大来说 下一轮的对手不弱 但是华夏同样 下一轮对手也不弱呀 是吧 因为对于要争惯的球队来说 今年赛事变化之后 争惯的难度和往年 按赛季联赛这种方式来踢 也很不一样了 这种卑赛争惯制的偶然性 就有非常大的变化 另外这一场比赛的失利 你像无论是争惯组还是保吉组 对吧 你争惯组的话 五六七八名 他也是有名次的这种要求 对吧 那同时这个在保吉组也是一样 因为这也都涉及到来年的洲际赛场的 连下排名的安排 转得不错 中路有空档 这下挑得很好 保利尼奥再挑 非常冷静的处理 这应该是严顶浩的助攻 这个球船的 船跑的时机还是非常到位 这样今天只有埃克森没有碰 从大淘宝队的四名场上外援 有三个人都有进球 埃克森助攻的一球 这有点愚奔 上边场位置搞了 而且五个球里啊 这四个八人有三个人都得分了 这个球 船球的时机非常巧妙 严顶浩 外脚背轻轻一挑 保利尼奥最后的脚感也非常棒 这也是保利尼奥不懈努力的结果 对 比赛的回报 其实打到最后这个阶段 华夏幸福队就是门前这防线这一层 这么一层防线 很容易被恒大淘宝队用船球一打就穿 刚才是徐天元换下了图雷 赵雨豪换下了美米守维棋 大笔分落后的这种情况下 有几名球员 被保留水力了 对 还是要被第一要被下降做准备 另外今天这个体能消耗 美米守维棋也挺大的 来回上下 他老是想立功得分 而且每次回房 他还要积极的争取回房到位 效果不明显的情况下 这么去消耗就会影响 接下来比赛状态 所以这个有些时候 我们在说这个比赛的时候 为什么要说场上纪录 要执行教练员的这种战术要求 要完成这个场上的纪录 因为这个纪录有些时候 在场上你该是什么样 什么样的区域 什么样的位置 这个位置你的进攻比例占多少 防守比例占多少 其实大家伙心里边就是在场 球员都应该非常清楚 对 这个纪录如果没了 其实就等于教练的战术没了 对 你如果是一个打后腰 你经常来到对方禁区里边 参与边录这个船中射门 当然不是说不可以 因为足球比赛不可能是 为阵形论 我必须要站在自己的位置 但如果每次 前提是本职工作的做好 你本职工作做好 另外你每次都到对方进区的话 那你中场这个防守肯定会有漏洞 正是在那个阶段 恒大抓住了这样的几次反击的机会 你很多次这个包括塔利斯卡跟保利尼奥那次二过二的非常漂亮的配合 当时我们看中间只有罗森温一个球员 那罗森温两边的球员都已经 这个时候已经挥放不到位了 足球比赛不可能是这个五个人进攻五个人防守 攻守从来都是整体 对 整体统一向上 然后三条线的阵形保持好 你在哪个区域 哪个负责哪个位置 那么同时在进攻当中 可能会有一些交叉换位 会有一些这个跑动 但是你在防守的时候 你必须要迅速组织好自己的防守阵形 这个球是个意外啊 停的时候蒋光泰自己刹车没刹住 但还好 黄沫文这个协助蒋光泰把这次防守完成到位 保利尼奥 华沙幸福队在连续换人之后啊 实际上这个脱节的状况呢 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 而且场上队员呢 今天确实打到现在也消耗的很厉害了 本身呢 他们在下半场比赛开始呢 就出现了前后场的脱节 导致后场的队员的防守的体能消耗的非常大 总被打反击啊 大家是集体回追 对 这个集体回追其实体能消耗很大 而且上半场就是 你该抓机会的时候 转换成这个进球效率的时候 你错过了 所以你会让球员在场上踢的非常累 而且下半场那个进球就是 如果明明守卫球打进的话 那可能就没有恒大球 这一正一反的话 可能让球员那种心态上 也出现了很大的这种起伏 下半场比赛来到85分钟 中大逃跑队今天下半场比赛 打进了三个球吧 比分从上半场的2比0扩大到5比0 总比分变成了8比1 兜个圆脚 打中了门框 卡利斯卡终于在他最舒适的区域 打了一脚 差点得分的进球 卡利斯卡他就适合在这个位置 是吧 在这个区域 对 卡利斯卡那球进了 就帽子戏法了 帽子戏法了 徐天元 徐天元也是从西班牙流洋回来的小将 小将还是有一些特点 当时是在巴雷卡诺队 赵宇豪出场之后跟罗斯文如果能搭档能出现一个搭档的一个双后腰的话 是吧 对防守啊 对中路的防守可能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保护 只有几次进攻完全就是在中路被打通 跑动距离今天恒大淘宝队多跑了不少 那你全队多出六公里 对呀那你这个比赛可能当你激战是不是对手你跑动再不是对手 对那你就很难取得胜利中路机会投球哎呀这个运气啊 这根立柱红大队员这段时间已经两次打中了 终于号 我们再看一下啊塔利斯卡丑动到中路之后啊 这就跟尹鸿博那脚射门的位置很像 他兜的弧线更大 对这个应该是指哪打哪不是打哪指哪一直在看这个球 哎呦啊这个球不容易顶啊 对身体有一个滞空时间来控制 这有点有点像当年这个这个这个世界杯的时候这个范佩熙那个啊 14年的首战 中场换了我这场比赛 对心里面 以这个这个这个主力圈你这个配合能力啊包括你的这种心肺能力可能都是有很大杀局所以这一点上 我觉得 呃卡纳瓦罗在第一阶段 他解决 还是比较好一些 而且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心里没底那失误两次可能没信心了 就是这个连锁反应 因为球比赛上定数是两分钟 因为你看球队 就是打 但是此前在真冠或者保级组的这个这个 第一阶段 当中可能这个比赛太残酷 嗯 呃太多机会 没有太多机会 但这样的比赛其实应该多给这些小将 更多的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 这球打的还是很突然的 留电座的发挥也确实不错 赵羽豪是逮着机会抡了一脚 好这样全场比赛结束 我们在两回合的较量当中的最终广州恒大淘宝队是以总比分8比1 淘汰了 河北华夏幸福进入到了真冠组的下一轮 呃两支球队的接下来将会分别对阵山东鲁能泰山和北京中和国安两者之间的胜者和 呃失利的一方 那么这场比赛将会在明天晚上19点35分准时 开赛 也是在体育频道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那么今天晚上的这场直播呢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各位的收看 也感谢学养指导带来的点评 我们稍后呢进入到体育世界 欢迎您继续关注体育频道接下来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